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三期的平时论证 这一期我们平时论证所要讨论的是关于外劳的事情 这一期我们请来的嘉宾有 我们的这个当中BI的国会议员 拿到黄志森 然后有马庆署理总团长李俊勇 然后也有我们这个前人力资源部的部长 新闻秘书刘鲁侠 目前他也是在从事这个外劳的行业 最近这个首相 副首相,我们的副首相 就从原本的政府签了合约 到最后铁定引进这个外劳 铁定引进这个孟加拉外劳 到最后冻结了整个外劳的申请 然后在这个事件中 我们反反复复的整个情况 让YB我们有什么看法关于这个 这些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这些不是所谓的要进外劳不外劳 只是要探讨这个外劳政策 怎样能够使到这个国家外劳 在不非法、恶法这样去控制 这样去自行 使到我们能够平衡这个国家的这个发展 那个很重要 是,弹回其实这个制度 对,这个鲁侠 在这个制度上呢 它其实有没有存在着一些是 我们讲说这样一些雇主很辛苦 很辛苦才可以申请到外劳 然后大家都想着去聘请一些比较容易得到的外劳 所以在制度上 在聘请外劳方面呢 就是我们有所谓的那个比率 就是说你 比如说场内你必须要有多少位的本地人 然后你才可以聘请多一个这个外劳 或者是服务业也是 就是说必须要有多少个本地人 然后再有一个外劳 聘请相关预售 就会有些非法的这样外劳 其实大家都想了解 到底马来西亚还需要多少外劳 你问我呢 你现在需要多少 非法 合法加起来都 过过你应该有的了 OK 你问我呢 应该根据那个需求 那个各领域的需求来做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政策 其实我认为说 政府一定要探讨 那么要怎样去解决 尤其现在这么多外劳 你说 你说嘛 你问我 我会了解 当你去到这种部门的时候 比如说我这家事业我去过 我就告诉他 我们现在切发外劳 当你跟他们关营开会的时候 他就拿了个数字告诉你 哇 家事业的外劳是多过超过了 那就说那个制度有问题 进来的时候 然后你登记了 走掉的时候你没有登记 所以变成非法了 我们的问题就是 当你这个行业拿了 他等下可以逃去别的行业 那个数字你从来没有了 那么你发现到他进来的服务 好像在这个工业在这个驾驶业 他的确进了这么多 不过问题 回去的 问题是逃掉他从来没有一个 记录 导致你这个行业 所以为什么我们工业现在 这么多问题 他说不够工人 政府说工人太多 外劳我们要需要是因为帮我们 尤其在经济 各领域不同的依赖他们 不过假如太多了 就产生多负面的问题 是是 你不要忘记今天外劳进来做工 他还是把我们人家寄回他的国家 是 不是不是钱都在裹着 对对对 OK 那么今天外劳非法外劳这么多 赚的钱拿回去 你知道我们的国家经济 带了多少就出来了 是是 还没有位置数 那第一 他来的时候很多不同国家 我还记得在我的选举 当时有一些行业 不是家事业 他有业满的 你可以发现到我们这些 比较乡下的 狗啊 猫啊 都不见掉了 以前政府说 当你外劳来的时候 他有 外劳村 这个没有自行啊 你够一个国家 他是自行的 外劳村就是很容易 你这个 你这个厂有一百 一千个几百个 你自己一个外劳村 所以 政府可以控制得到 政府的数字 警方或者安全方面 我们控制得到 今天是没有啊 你记得很多地方 他是租电路上去了 可能他的文化 往上吵得很吵 没有睡觉 吃东西都乱丢等等 这些问题 这些都没有控制 所以整体说 我的整个外劳政策 都应该要探讨 改过 而不是只有 只有一次讲说 多少的问题 多对我们肯定有威胁 因为 因为他是非法的 就是 非法的 对 就是根据这个官方的数字 现在合法的应该有 这两百一十万 然后非法的呢 也有一些官方的数字 说是四百万左右 所以 你这个这样庞大的 这个这个数目字 这个 我们的政府 应该如何去管理 或是管制 所以 我刚才说了 政府虽然说有 表白 有一些重新聘请的计划 对 不过这个计划 也不是今天才做 之前就做了 对 不过还是有问题 所以刚才我说那个政策 对 是真正要怎样去处理 这个外劳 合法过后 他还是能够 因为现在我们 我看政府掌握不到 整个数字 当然你合法的 他是看到那个数字 就比较正确 不过非法这方面 你怎样去定义说 四百万 五百万 你其实只是一个议策而已 那真的进来出来 都 掌握不到这个数字 所以对这个国家发展 假如说 我刚才说 足够了就很好 over了就可能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对于现在可能还没有爆发 万一爆发了 也可能对于整个国家安全 都有问题 所以 我们谈谈 这个外劳其实 整个市场都缺乏 那同样他占我们傲恼 他所谓的傲恼 就是刚刚YB有提到的一些东西 他会造成一些问题 社会问题 种种的 在这方面 你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些外劳的问题 我认为是 刚才YB有讲到的第一点就是 带来的社会的问题 社会问题第一可能是一些 引进一些疾病 早期我们所谓的这个TB 也就是我们说的肺老 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病例是零 因为这个外劳的引进 导致我们现在有这些肺老 第二就是一些社会的问题 也就是一些罪案的发生 家庭的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认为 我们这个政府可能在很多方面 要做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协调 跟真正的去讨论 第一 我们要identify 或者是肯定的确定 每一个行业到底他们 需要的人数是多少 我们不可以公开的方式 让每个人来申请 这个将会面对很多的问题 第二的问题是说 如果这些外劳 成功的被引进马来西亚的工厂工作的时候 我们要很好的管理 你看那些比较有水准的工厂 大监的厂 他的外劳很少出来犯罪了 或者导致很多问题 因为他们工作不会累了 过后就是回去宿舍睡觉 反而那一些工厂没有很好的管理的呢 他们这些员工在放工过后就出来干案 或者是做一些非法的这个活动 所以在这方面在管理方面很重要 然后政府在做这个scanning 这个身体的健康的检验的时候 要非常严格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这些检验 随便找一个clinic 验一下就可以了 说这个人是健康 就给他进来马来西亚工作 这也是不对的 然后我们也没有仔细去做一些 研究或者是调查 到底这个人在他自己本身 国家有没有犯过罪 有没有这个案底 等等这个我们没有做 所以在这方面我是希望说 经用G2G的这个方式 这些条例一定要拟定 然后最后一个最重要是 我们在执法方面要严格 如果这一些罪案发生的同一个地区 或者是同一批人在干案的话 执法这边要非常严格 真的 如果不然的话 我们很难去控制 因为往往外劳进来的话 不是问题 是如果你去管理 确保他们 就是符合马来西亚的民情 守法 守具力 当时马来西亚人去到新加坡 也是面对同样的问题 或许新加坡面对的社会问题 不可能会比马来西亚多 马来西亚很多 因为我们是执法方面非常弱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加强 在这个整理市场上的外币 其实我们现在面对的很多问题 其他的国家在全世界 我相信很多国家都有 提到整个薪金方面 汇率方面都比马来西亚强 但是我们又面对到这样多 比如说我们非法的 他不想还这个Lavy 然后所以他但是他同样被聘请 然后在这个方面 我们应该怎样去 管理会杜绝什么东西 甚至我们讲说 是不是我们的薪金 Payment方面有问题 其实可以进入两个制度 管理还有什么 包括公司 包括政府 其实你问我现在 真正很多外国的 可以进来的外国的外劳 都不一定要来马来西亚 因为你的那个国家 他们输入少了 他们都不能买了 第二呢 有时候可能 刚才讲的两个房子 是执法 反正执法有时候 我就想 你看 比如说进住院 他去的时候什么的都装 合法会法都装 其实这些都不是好一个方式 可能他说他需要去查 或他会导致很多 这个业者的问题等等 很麻烦 第二呢 有时候公司出粮 跟你讲出粮 甚至有时候没有出粮 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 那这些都相当 纳索不是这样都可以解决 所以政府本身 我刚才要探讨那个制度 怎样能够管制 要管制的 今天你问我 你说特法的工业外劳 那个非法的这么多 那我的看法就是 探讨过后 怎样解决这个非法外劳 对对 非法外劳 一天在这边同样的问题 就是他一次都不会解决 都有问题了 你合法 一边反应非法 非法 又你又没有那个资料 那个 那个是真的要去解决 那合法你又进来 进来了又非法 非法又没有解决 那个完没完没了了 所以那个制度真的很有问题 原来马来西亚 整个马币的情况不稳定 会不会这样整个非法的外劳 人数增强 今天每个行业 经济在这样的情况 成绩很大了 你再给他抓了三天 五天不做工 你认为那些公司是大吗 很大了 对对对 这不是 所以这个都要探讨的 作为政府 我认为说 要faculate 这些人民 要怎样帮人民 刚才我说了 政府工是有股份在 每个公司做生意的 由于最终它return给政府的 所以应该要 要把它做得好 只要觉得大家都有利的 不是因为说 群细说 哎呀抓抓抓 你抓到完最终 行业业者都有问题 大家都 就像你认为说 整体上呢 当然他对政府都不满了 这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政府在这方面呢 真正要 听起 业者或者 工业 那怎样去解决 大家一起解决 他一定有 他一定能够达到一些效果 那政府假如 自己做一些决定 像今天说复权进来 哎我要stop 那个外来进来 那个每个 整个就 整个就不稳定了 不是这样的 因为 因为你这样讲啊 有一些外来的生意 是不是申请准了 也不可以进来 是不是 现在申请也不可以申请 等等这样问题 很多问题是 人民不了解的 政府一定要很清楚 做决定的时候 当决定的时候 要有利于人民 有利于国家 要清除的交代 以便不会很模糊的 或者是 混水模糊 做一些 我们不知道 主要呢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 像YB刚才也提到的 就是说 很多 个行业 比如说制造业呢 他们已经有人订单 所以他们是 恶缺的是要 这些外国劳工进来 但是现在一个 交易戏感 那么肯定是 对整个 处理这个外劳的行业呢 是非常大的打击的 因为 我们也是接到订单的 结果呢 又不能够引进 不能够 把这个外劳 送到国家工厂去服务 所以是非常 有一个 大多个打击 刚才说啦 这个是 您的一般的政府 大家共同 人民和政府 都审存了共同 有能力 做得好 收入也好 大家也好 所以这方面呢 就需要提起更多民意 那么 就不能够 不能够 就是说 做一些 劫策 那么又等下要改 是 政策上不能够一直改 一个国家 你政策一直改 就有问题了 所以政策上 一定要探导得很正确 那么 当大家都同意 的时候呢 写不出去呢 大家已经是掌握在手 就知道 这是一个怎么的政策 不能够今天讲 跟你明天讲话 你将对于整个经济发展 整个行业都很大的冲击 这样 俊勇我想问问 看看你的意见 就是马来西亚需不需要 这样多的外劳 就是1.5M的这个孟家老 进来 你看在过去 70年代 60年代 马来西亚不需要外劳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属于非常 刚刚开始起步的一个经济体系 当时我们的外劳全部去了新加坡 不过到了今天 新加坡已经走入先进的这个 国家的时候呢 马来西亚我们走入中阶级 就好像以前的新加坡 所以我们现在是需要很多的这个外劳来扶持 更何况有一些行业 假设说是工厂这些呢 他们能够机械化的那些工厂 大多数的机械化了 所以有一些工厂是 还是需要外劳来操作 所以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是 肯定我们需要很多的外劳进行 最近副首相刚刚提了一个新的资源 叫3D 是 你可以向我们 跟我们谈谈一下什么是3D 然后他说了这个3D 年轻人拒绝加入这个3D的行业 你有什么看法 那基本上副首相谈的3D 就是讲到 那个工作可能是比较肮脏 dirty 或者比较危险 dangerous 或者是困难 difficult 所以很多的年轻人肯定 读书出来 你讲说那个工作环境比较肮脏 你他不要做 比较困难 你骂他他也不做 比较危险更加不会做 所以今天我有 有机会跟这个 rofozo的这个圆域工会的会长聊 关系到他们所面对外劳的问题 他告诉我第一点 圆域为什么在未来3年里面 需要差不多10万个外劳 整个rofozo 也是全马出产 超过70%的这个 圆域的这个花 花卉 全部都是来自麻婆 他们说第一 你要在太阳底下工作 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工作 年轻人不错 也放了广告灯 报纸也没有人要来 过后 这个地方 环境是非常肮脏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 肯定没有几个年轻人去做 更何况 他的那个薪金 是非常的低 只有这些外劳 在他们自己本身的国家 不能够找到这个收入 他们愿意来到马来西安 如果其他国家的那个环境好的话 我相信他也不会来到马来西安 所以肯定我在某一个程度上 我是认同我们副首相所说的对立 不过我们的这个态度要慢慢改变 如何使到这个圆域能够做得比较干净 吸引着年轻人这个可能有待于改进 这一方面 很多时候可能不了解 你自己的培训学院 私人界也可以实险 不过往往培训出来 他是不适合市场的那个人群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五年计划里面 我们就谈到一个培训 把本地的年轻人担进去培训 能够给他们一定的收入 给他们一定的收入之外 给他们的那个地位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Vita 那就是马尔峰会的那个 有些总员 现在在南华大学院 就是技术家庭学院 那么我们的方式就是应该 以这个行业的需要 让他们培训 不是他们培训的 可以推他们做 现在我们就在五个不同的方式 就是你今天这个行业 好像JUST業 它需要什么人才 Designer啊 或者是主管啊 QC啊等等 从那边它的需要 我们就把它找出 这样的这个课程 那么Vita呢 就帮忙 落实这个课程 那么当中我们就30% 是一个比较所谓的学术 70%就在这个当场休息的 所以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呢 那边能够帮到这个行业 你边呢 登记行业的时候 培训它的联工 那么来期待 减少一些外汉 就是这样的 政府有没有制定一些东西 甚至建议一些东西 这样整个东西 顺利减少整个外汉 其实刚才我谈到 就是关系到整个 马来西亚的经济体系 其实如果你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首相 那就在宣布这个 新经济模式的时候 这个New Economic Model的时候 它在这个报告里面 写得非常清楚 马来西亚就 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 这个处境 就是如何把中产阶级的 经济体系 推向先进国的这个体系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你从不先进到中介 是非常容易 如果你从中介 去到先进国 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条路 所以在这一方面 如果你分析整个 马来西亚的这个 经济体系来讲 超过95%的整个 经济的结构都是S&P 然后我们今天有的 这个员工 这个劳工 劳动力 超过差不多是整 7-80%都是S&P 所以你真正的 我们需要的那些 技职学员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 技职劳工 是非常的少 所以政府知道这个东西 很清楚的 所以在过去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 议算案 在第十一大马计划也好 都讲说 要把这个外劳 减到一半 所以政府有做到 就是他们 鼓励更多的这个 学生去就读这个 技职课程 不要说黄飞的S&P 拿不到好的心机 就直接去做一些 普通的员工 所以他们鼓励了 更多的这种 技职课程 包括马华本身 也已经有很多的 这个领袖 他们做了很多的 技职课程的这个 这个选传 所以是希望更多的这些 技职 技职学员呢 能够来一起推动 这整个 经济的这个 埋向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你要叫一个企业 中小型企业 你要叫它改成机械化 它没有这个 95% 贷款现在也是很困难 所以你要让它 如何改变 从一个小型的 这个工业或者一些公司 转型变成中型公司 用机械化 肯定需要政府 给那些 incentive 所以在这方面 政府应该要给予 多一点的这个 跟incentive of course 它在给予 这些incentive方面 要比较透明化 使得很多的这些 有潜能的人 能够转型 趁高转型 进入这个 自动化 刚刚好 我们今天来到的嘉宾 鲁霞本身 他曾经担任过这个 这个部长的新闻秘书 他曾经全国跑动的 去推动整个技职教育 在可以 可以不可以 列列谈一下 关于这个 这个技职教育的整个 改况 好 现在 人力支援部 它的 IOP 就是分业 训练学院 已经有 到二十三一间 然后 这个 Atech 是有八间 有一间是JLTI 是跟日本的技术合作的 一个 学院 一间 所以呢 我们总共有三十多间的 人力支援部已经有三十多间的 这个 技职的 学院 然后 这个技职学院呢 其实 就是要训练 我们的功能 我们的功能呢 就是我们除了 一 基本的技术以外 其实也是要训练他们 有所谓的那个技能呢 可以自己成为一个 更高级的一个技术人 并不只是说一个一般的 所以我们的那个 课程呢 的那个 设计呢 是有五个等级 从第一级到第五级 所以到第五级呢 其实是相当于大学的一个 学识学院 做什么都好 一定要看透 整个成员 包括市场的需要 不是说今天 收多少人 我就收 就是收人而已 出去 拿到工作 可能因为 人多了一些 或者是 心求的问题 那么他们因为从那边呢 有时候就 不惨那个 那个行业 或者是 心机会调定 所以你问我 假如这种要成功在这种 几次学的 还有 另外一些就是 跟行业有关系 真正的需求 第二呢 心经一定要比较多 你不能够出来 你可能拿 几百块 你这样 你对他们生活 你看今年的生活 我们 我们生活 在吉隆坡 三千块 每个月都不够花 五千块都不一定够花 你叫他 跟他们做 他不是协处 他就讲到SK 一啊二啊三 你就竟然用一千块 两千 他们这样 其实整个技职教育 政府的技职教育 他没有固党 然后在每一间都几乎有 给一些津贴 一百块 一块以上 对 但是整体来讲 呃在这二十年来 呃 怀疑深情的人 都不会超过两百分 对 然后在这年轻人的心态 俊勇有没有什么看法 因为基本上 他们呃 这个整个社会呢 对这个技职课程 有一种 负面的难看法 他们认为说 孩子 应该是往高处 就是说在 学业方面应该 超向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士的工作 历师啊 医生啊等等 这些东西 不过当他们不能够 进入大学的时候 他们认为 随便打热这篇工就算了 不需要去学这些 昂昂常常的工作 如果我们看很多的这些 啊 先进国 我们看这个德国 甚至今天的这个中国 他们的整个体系已经走向 啊 整个社会都了解 一定要走向一个比较 即职课程为主的一个 啊 经济体系 所以他们都会鼓励自己的职女去 修复 不能够 因为你的 到了中学 你错学过后 你就直接放弃你的 这个学习的这个空间 你看看新加坡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们的灵活 他们的很多的学生呢 当他们没有这个 能力进入大学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 晚上读夜班 进修 提升自己 对这个 某某行业的这个 领域的这个 啊 知识 导致他们整个 啊 在发展的这个 某某领域的数字方面呢 非常高 高过我们很多 因为他们有 特别专业的这个 啊 人员在里面 马来西亚就是没有这样的这个 这个 这个训练 所以在这方面 华族通报 这个 观点呢 要改变 一定要改变 如果不能够 改变的话 我认为我们将会面对很多的问题 为什么问题呢 我看看很多的 或者这其他族群好像印度人 马来人等等 他们现在的父母亲也鼓励他们去读技职课程 如果有一天 我们马来西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人 或者是其他族群的这个同胞们呢 他们的 技职的 毕业生多过我们的话 到时候我们就是跟他们打工一组 我们这样面对这样的问题 所以在这方面 我是希望我们的华族同胞们 尤其是年轻人 能够改观 不要放弃自己 也就是说 你在SPM9号没有拿到好的成绩的话 可以找一个真正好的这个技职课程 学一个很好的手艺 也能够带给你非常恭货的这个收入 我们的节目就到了维生 谢谢大家的观看 也谢谢我们的三个嘉宾为我们谈了这么多 谢谢